你叫習近平一瓶瘋子? 不,不 你能夠評判政府如果你是正確的 你能夠評判政府如果你是正確的 對,你能夠評判政府如果是正確的 但是你不能說這個總統是騙的 他是騙的 你會在中國碰到很輕鬆的 你不能這樣說 這就是今天最誠實的事情 哈囉大家好,189 今天又來到我們中南海聽傳師的環節了 最近中共召開了北戴河會議 又傳出了一堆習近平被軟禁啊 被政變的消息 那這次傳的是什麼呢? 中共副軍委主席張宥霞 以及其他中共派系 聯合軍變習近平並且軟禁他 而習近平目前只掛名國家的政務 負責出來與一些外國使者露面 那其他黨務或政務、軍務非必要不去參加 那黨務就由丁薛祥以及胡春華代理 而未來習近平確定被架空完畢之後 胡春華可能會替代習近平成為中國的國家主席 那我們先來說一下為什麼黨務大家會認為是丁薛祥呢? 大概率跟8964那年的狀況差不多 你要找一個在彼此勢力之間較為平衡 或是沒什麼實權的人讓他去做這個職務 是吧?我們各方才比較好控制他 所以當年他們選擇了江澤民 而軍權由副主席的張宥祥代理 畢竟習近平下來第二個槍桿子就是他了嘛是吧 你們要推翻大槍桿子還是必須得靠第二把手的槍桿子 所以當然大家願意聯合起來政變 習近平最大的原因是上個月的三中全會傳出來的消息 習近平疑似中風或是身體機能每況愈下 像是很多反賊抓出了人民日報近期的這個報章頭版 通通沒有習近平 甚至說提到習近平的話不會加一個習近平同志 那這個習近平跟習近平同志 光這兩個同志在央媒或是這個報章雜誌上 其實意義差蠻大的 因為同志就是我把你當自己人嘛 那中國解放軍的軍報也報導出了一篇叫做 《堅決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的報章》 這個被看作是反習成功的訊息 我們希望無論習近平是否被架空 要知道中共解放軍高層內部決策的方式 其實是比較類似相似民族表決的運作方式 而習近平上台之後一人獨攬槍桿子 到處肅殺清洗軍師高層 前幾天上節目的中國趙家人自己也搞不清楚 李尚福以及秦剛哪去了對吧 中國二月民主珍清江 而在行政民在位这几年来 各种党媒、央媒的报装杂志 常常强调什么呢? 2442的戒律 什么是2442? 也就是两个确立 四个自信、四个意识 两个维护2442嘛 那最近减少或是消失的篇幅 是越来越多了 而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啊 农村、乡村的 开始也减少了习近平的头像 甚至下架了很多习近平的个人标示 以及习近平的图像 那这个就有很大的警讯了 要知道两三年前啊 你敢随意的下架习近平的头贴 习近平的雕像你试试看 所以这可能是有上面的意志 除非习近平自己同意 不然就是他被政变 没有第三种可能 除此之外啊 还有中国外交部集体轮休 从8月1号到8月15号 并且表明啊 这是中国与时俱进的制度 但休假人员啊 原则上不能离开辖区 而这个消息也被很多反贼截读 党中央借由休假的名义 但你又不能真正的爱去哪去哪 是吧 你只能在自己的辖区内休假 那事实上可能就是 借由北戴河会议休假的名义 实际上去调查你 让你调离职务 查出你有一些 可能跟习近平的这个派系 或是你是他的余孽 那我就帮你清洗 当然这个都是大家的猜测而已 毕竟这个是罗刹国的政治 不是民主国家的政治 中国最近的倒卖尸体变成骨粉 他都可以压得下来了 在中国还有什么事情是他压不下来 或是他不敢承认的事情 你看 柯文哲现在深陷目可 你不可的风波 还可以开记者会 但是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中共给秦刚还有李尚福 开记者会了吗 公开的审判给人民 看他们的审判在哪 底都说了 秦刚跟李尚福他们很坏 贪污腐弊 出卖国家机密 随便 那你公开审判出来 你这个判决书 你这个审理过程出来 是吧 你让他们开记者会辩解一下 当年毛泽东一挂 四人帮没多久就落马了 但是在毛泽东挂掉 以及四人帮正式被告召 全中国正式落马的这段期间 很多公文跟命令 都是扳倒毛派的那些党中央的人 藉由四人帮的名义去发布的 然后呢 在一网打进这些余孽 所以也有人认为 习近平目前被架空 但是在全国各地还是有他的人马 所以动静不能太大 要等到把这些人马慢慢的一网打进之后 我们再宣布换了国家主席 对吧 因为他们怕可能会面临清军策的危机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 中共的军委副主席 张又霞在8月9号发文中提到了三次习近平的名字 并且公开支持习近平主席在国家以及军队上的改革成功 我们要深入贯彻学习党中央以及习主席的决策部署诸如此类等等 真相究竟为何 我们可以先等等看8月20号前 习近平会不会公开的参加一些党务的活动啊 或是内政的活动或是军事的活动 当然啦 看他有没有出席外交活动这个不太准确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了 如果习近平真的被架空了 但是在面对外国事务上 你还是要请习近平出来当个傀儡 给外国使者看看中国是没有内政危机的 是吧 那如果习近平已经被架空的话 党务内政还有军务 他其实可以不用参加 对吧 没有错吧 那我自己个人啊 目前是不太相信 中国墙内传出来的这些流言蜚语 但不能否认的一点是什么呢 自从这次三中全会以来 中共的高层以及军政的权利 确实在发生了转变 那我们退一万步来说 假如习近平真的被逗倒下台了 中共开始分散权力 军委是军委 党主席是党主席 国家主席是国家主席 不再三位一体了 然后与西方开始交好 减少对周边国家的文攻武和 花个十年的时间 再次让欧美对中国信任 十年二十年磨一剑 慢慢的学越南这样子 在政治上改革开发 有司法独立啊 财产官员透明啊 一旦中国再次被美国接纳又随进 那中国的经济很快就会复苏 那请问对台湾来说 这是好事吗 你要记得啊 中共军队如果没有国家化 还是一党专政 只能他自己担任这个执政党 国际上跟台湾修复关系上 取得信任 这样台湾对中共的抵抗 就会越来越少 甚至相信你不会无同我了 所以我们就会开始 真的两岸赢家亲了 那在这些前提条件之下 中共高层突然一夜之间宣布打台湾 你认为各方包含台湾自己 民间台湾的军事 还有日本美国 他们来得及应对这种突然的毁约吗 我再问一下 不管那个时候的他到底打不打得下来 我们对比一下现在台湾的状况 跟中共如果在未来十年 二十年后走我刚刚说的那个情况 你认为哪一边的中共打台湾会更容易一些 肯定是我刚刚说的未来的情况下 对吧 所以只要中共不管他未来习近平有没有倒台 只要他的军队没有国家化 他还是一党专政 还是表面上跟国际还有台湾修复关系 但他又不承认与台湾是国与国的关系 不管台湾叫什么名字 那他必然复来 所以对台湾人还有对中国人来说 你若想要中国跟台湾 在亚洲地区有一个安定且繁荣的经济环境 你该反对的不仅仅只有习近平一个人 而是整个共产党体系 你寄望一个人能改变这个体制的都是独裁 无论好与坏都是独裁 你再换一个人上台 他可能还是习近平 他可能还是毛泽东 那你前面哪怕有三个江泽民 你再换上一个毛泽东 那你还是功亏一篑 一旦中共有走向了改革开放 到了一定的程度 那人民会要什么 要民主要自由要选票 你觉得中共他会让人民有这些吗 如果他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所以啊 这个时候中共他会做什么事情呢 他要收紧 他要收紧又会走上习近平的道路 那又要轮回一次1980年代到2024年的死循环 那中共就永远不会倒了 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些反贼的时候 我们要认清楚 他是反习的呢 还是反整个共产党包含反习 还是他只是反习 但他是共产党的改革派 你们可以理解为清末 我是改革派啊大清的改革派 我要立宪嘛对吧 我皇帝的权力我要放一些嘛 但我还是要立宪嘛 那我立宪我的首相 我的内阁大省 还是找皇室 爱新觉罗家族 或是其他这个皇室的成员嘛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请问这样的改革 又有什么差呢 不如来革命吧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我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九家见 拜